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有很大的帮助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你在这书里面一开始就提到了 中国共产党它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而是一个秘密结社 为什么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与黑手党这类的秘密结社的组织 有哪些相似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它是根据列宁的原则 列宁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苏联革命的创始人 根据他的原则建成的一个党 首先你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是说你想加入就加入想来就来的 他要经过多年的观察 然后呢认为你成熟了 才找两个党员介绍你 那么加入要宣誓 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也就是你要把生命拿出来的 观察一年才可以转正 加入了这个共产党 你就没有回头路了 因为你甭想退党 你如果退党的话 那就是跟党决裂 共产党它一定要先把你开除出去 而且很多我们看到开除出共产党的下场都很惨 最后都判刑关起来 你看它这个组织结构十分严密 三个人如果在一个 比如你在一个公司有三个党员 他一定要成立党支部 然后再往上再大 党总支 党委 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常委 最后到总书记 他有很多职能部门也非常有 就是非常独特的 比如说他的宣传部 他还有一个叫统战部 这个统战部的作用 在我们还会讲 那就更加厉害 其实 还有这个组织 秘密警察的这种机构 比如说国家安全部什么的 这个国家安全部实际上是一个情报 加上这个抓人和这个到全世界去搞情报 这样一个 比如他的活动 党的活动是不公开的 我们还记得就前些天不是召开了三中全会吗 大家猜来猜去说这怎么回事啊 那中共根本不管你猜 它理都不理你 因为它是秘密 它不用跟你说任何东西吧 更有趣的一个 它的组织形式叫做民主生活会 这个民主生活会 它经常开 开民主生活会 这个每个党员要向党交心 然后这个会上呢 就是说你要批评自己 而且呢 它有时候会事先固定 就指定一个被批评的对象 这个对象就在这个生活会圈子里 大家平常都是同事啊 什么朋友啊 这个时候可不得了了 那就矛头都指向这个人 更重要的是什么 你自己要羞辱自己 要这个痛哭流涕的交代 这个对党的忠诚 那个习近平他自己有句话 他说这个民主声声会上批评 要做到红脸出汗 那个当年1987年 87年胡耀邦党的总书记啊 胡耀邦因为他自由化 遭到了元老 就把他叫到生活会上来批判他 他大哭啊 就这么是非常残酷的 你刚才讲到这个中纪委 他的全名叫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权力非常大 而且形势秘密 他那个只是最高服从于总书记 在法律之上的 想关谁想抓谁他就抓谁 而且他 他不按法律嘛 他没有这个逮捕证啊 也没有什么拘留 他叫双规 就规定的时间和地点 你要去这个在那个地方接受审查 这一旦双规了 没有一个能够自由再出来的 那求生不得 求死不得 所以很多的例子就是说 这个党员一被双规 他就马上比如说冲出去冲出楼 跳楼四杀呀 当时那个大陆有一个笑话 就是说一个人名字姓钟 叫纪委 喝醉了回到他的酒店 找不着自己房间了 他就到处每个酒店房间 叫我是中纪委啊开门 正好酒店里住了很多贪官 他听到中纪委来抓的吓得劈滚尿牛的 就从后窗户跳出去了 这个说到这儿啊 你刚才说的开始 他不同于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党 我们也知道民主国家 你比较美国吧 有两个党 一个是共和党 一个是民主党 那没有党票的 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来 那真是英文叫party 对吧 派对嘛 那么你想 所以呢 把这个party翻成中文的党啊 这个就容易搞混 同时你把中国共产党翻成这个英文的party也是 那就搞混了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翻成如果英文叫做gang gangster 它是一个邦啊 黑帮啊 是 是吧 袁胜 你这个研究过日本的三口组没有 是不是三口组的很多组织形式 或者那个规矩 跟中国共产党很相像 对 我觉得就是共产党比如说我们过去在我去延安 有一段时间 它是这个流行红色旅游嘛 就是一群人到延安 重新这个入党宣誓了 就一大群人宣誓 然后呢 我和几个 共产党成立多少周年的时候 几个外国记者在那里 然后他们宣誓的内容有一个保持党的秘密嘛 就是一定要保守党的秘密 那个都会 当时还有几个欧美的记者 他们都觉得很奇怪啊 他说你都是执政党啊 你党的秘密 在这里就是说 不是说你是 如果你是完全是一个负责 比如说负责管秘密的人员还可以 你就是一个一般党员 那一般党员你有什么秘密可以这个保持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奇怪的 另外一个 比如说现在日本这个 现在在选自民党总裁嘛 选自民党总裁就是下一任的这个日本首相 哇每天日本媒体到处在放话 就是说每个人说谁要出来选了 谁支持谁了 所有东西都在这个表面上的 这个人本来答应支持张三 后来背叛了去支持李四等等的 这种所有的事情都在这个媒体当表面上 然后比如说岸田首相不出来选 他为什么不出来选 前天晚上开会 他跟周围人说了什么 谁跟他说了什么话 刺激到他了等等 都有这方面的这个东西都在里面 但是在共产党我采访过 就是十七大十八大 十六大也采访过一点 就是基本上他那个共产党 完全是包括人事到前一天 他那个中央委员名单公布之前 我们都不知道谁要退休 没有退休嘛 比如说有一届这个曾庆红 已经决定退休了 但是说外面一直在传他要连任 知道那个就是闭幕之后 才把中央委员名单拿出来以后 我们每个人先找有没有姓曾的 按笔话一看他不在才知道他退休了 这种事情我觉得何必要把它当成秘密一样 就是说这种是你谁性爱谁出去 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他把它完全当成秘密 如果事先谁把这个秘密说出去的话 那在共产党内就是一个绝对大逆不道的事情 所以说我觉得中国这个确实是给人像一个 还在地下党的那个阶段 好像还是在一个非法组织的习惯到现在还有 是 这个李老师 你这个书里面 当然你这个书的标题叫做中国大公司 那我特别有意思的是注意到你的讨论 这个中共是如何让中国成为一间举国大公司的 他同黑手党或者三口组 他们也做公司 也经商 中共办的这个举国大公司 同黑手党和三口组的公司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 那就是这个规模和他的形式上 刚才这个石板先生讲我非常同意 你都是管一个国家的政党 你怎么都是秘密的捂着藏着呢 你执政已经75年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了 是 这个刚才石板先生我还想再补充一句 然后我再回到大公司这个题目上 他捂着盖着到最后一分钟他也不说 但你反过来想 你比如说你问我 美国下一任总统是谁 我当然说我不知道 但是我会跟你清清楚楚的讲 他是怎么产生的 他是怎么提名 党内怎么出现 哪年哪月选举 什么时间 我给你讲的清清楚楚的 你就是问习近平 你说下一任中共的总统是怎么产生 他根本讲不出来 这也可以说他为什么 他根本不知道 他不知道这个内斗的结果什么 他可能就被人 他是有没有命都不知道 他会被关起来也不知道 程序他根本不知道 因为没有程序嘛 你到底是哪天决定 哪些人投票 为什么投票 哪条规定 根本没有 那么中共他这个大公司 跟黑社会有一个共同点 刚才我们一想到 都不守法 但是我们要理解 这个黑帮社会底下的那些公司 那就是一个部门而已了 我说的这个中共大公司 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你要理解整个中国 是这个中国大公司 你比如说他理解中共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控制 他的控制无所不在 我给你举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会产生这个概念呢 就是中共把中国当成一个大公司来运作 你首先看你在中国成立一个企业 在自由国家成立企业很简单嘛 公司嘛就是企业 你自由命名 只要这个名字别人没有用过 你就可以用 而且成立公司 只要你登记注册 也不需要讨好官员 几乎是自动批准的了 你交钱注册 合乎法律性 在中国可不这样 中国你要跟政府关系不好 第一你不用想成立公司 第二他很多名字都是 这个中国政府垄断的 你那个公司不能叫中国什么什么 那还得了了 对吧 中华全国国家国际这些字 你都得要批准才可以用的 这就是他的财产嘛 那么甚至你成立一个企业 你的账户 这个政府的税务据也可以直接进去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 你还要成立党的组织在里面 这个是他控制的一方面 你再考虑啊 中国有股市 但是你看啊 中国的股市啊 就有点像这个中共自己过家的办的一样 他有一个东西叫做窗口指导 就是比如说中国的股市太热了 政府的监管机构就会给这个私人 针线公司打电话说 哎你们这个要卖啊 不能再把它炒的更热了 这个如果说股市太低了 哎你们要买进啊 不准卖 这哪是股市啊 这不是内部交易吗 对吧你比如企业啊 国家企业 国企基本就是这个中国大公司的一个一个部门而已了 这个中国大公司 共产党呢 等于是他的管理机构 而且是他的所有者 像这个月望上 比如说 政治局那就像这个高层管理机构 那么到了这个总书记就是 就是CEO嘛 就是他的总裁嘛 那么那边民企 民企 实际上是中国大公司 这个中国大公司 这个中国大公司的一个合私的小部门 他呢 国家占股 但国家占股 但国家占股并没有 纸面上并没有占股 他就是说 他有控股权 你比如马云 马云那么大的企业 他要在香港把他这个蚂蚁金服上市嘛 但上市之前 他随便在一个上海的金融会议上调侃了几句 说了 就是很 很这个 就是说 你们管理这个新的机构呢 不能像管理这个老机构那么管 他基本就这么一个意思 说了 你管理机场不能像管理火车站 当然底下就笑了 那就把中共触怒了 马上蚂蚁的上市计划 全部取消 然后把马云多次叫来训斥 后来在《华尔街日报》说 马云说 我这个 我的所有的股份 国家都可以拿走 那《华尔街日报》说 中共高官不知可否 因为就像我这分析一样 高官说我干嘛要拿走 你的就是我的嘛 我就是有决策权的嘛 我名义上 我没有 但实际上是我的嘛 外企是什么东西呢 外企实际上就在中国的一些 特取精英企业 他得罪了 他第一得跟中共刚好关系才能进去 第二他一定要看中共的眼色嘛 如果把他的特取权收走 他就没了 在中国住的人 也没有我们所说的自由国家的这种公民权 是吧 因为他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居住地和权利 比如你到北京住 你想去就去了 那得批准啊 要不然你小孩入学买房找工作 都不可能的吧 所以这个人家说 你这个中国的这些居住是怎么回事啊 有一个人解释的很清楚嘛 他就说 在中国的没有经过政府批准 你迁入某地的人 就是非法移民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 中共确实把他整个的国家 就当个大公司来管 是吧 那么 你比如说人民币 人民币 老百姓拿了人民币 你也不能自由地兑换成外币 那都要国家批准 批准很小 所以这不就是内部流通券吗 公司内部流通券吗 是吧 那么所以呢 总之在中国呀 生活工作做生意 都不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而是党和国家的恩赐 党国可以随时把他们拿走 对对 我实际上看 像那些黑道组织的公司啊 它里面员工 也不是说自己想进入就可以进入 想退出就可以退出 然后员工也不在乎他的报酬 因为他们都是黑道的兄弟嘛 那第三 员工也不可以组织工会啊 他这个也没有按照这个市场规则来运作啊 所以这个共产党组织的公司也是这样 他他的这个这个里面的员工 也不是按照市场的标准 没有人权 也不是按照市场的标准来复薪资的 也不是说他里面有党部 但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会 也没有这个 也没有说你自己想进来就进来 想退出就可以退出的那种状况 所以整个这个共产党的组织 这个举国大公司的这个运作方法 真的跟黑道运作他们企业的方法非常类似 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没有进入的自由 大家可能能理解是吧 我那个不让你信 但是没有退出的自由 很多的在自由社会生活的人就不理解 因为实际上呢 只有黑社会这样的 他才没有退出自由 为什么 你想因为黑社会 你比如说你要进一个黑社会 他也反复考验你 跟共产党一样反复考验你 而且你甚至要杀一个人要做一件事让他觉得你这个第一你这个人可以能干 而且呢我让你干什么你就敢干 然后呢也让你没有退路你这时候可以才能进 他为什么不让你走呢 你想第一进来一个人成本很高的要培养要要这个他他付出很多才能把一个人培养的他他信得过是吧这有风险第二你知道很多内部信息呀 你一旦出去的话那那危险很大所以离开黑社会通常是被杀死 这就是他第一他要警示就是你你别人不能照着做第二呢你知道太多共产党几乎是一样的 是不光不容易进包括中国你在中国你说我跟你很多这个比如说啊对共产党有意见被共产党把工作也这个去掉了这个房子也不能住小孩不能入学他我走行不行不行不给你护 不让你走你看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中国那么大十几亿人老怕人多老怕到处起结果走还不让走这就是黑社会的特点 李老师从你这书里面特别讨论了中共中国大公司的这个特点啊它怎么运作的那为什么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 为什么应该在乎中共用这种经营企业的方式来经营中国为什么大家这个问题对全世界都非常重要 这就问得好这个把这个首先啊我们想就我们来考虑国际贸易现在就先把政治撇开不讲政治讲经济 为什么中国它公共产党把中国作为大公司它会有危害呢对世界的这个贸易体制 因为我们知道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打个比方就是国家是不能够经营企业的 在市场在市场化的国家里面是不能够经营企业它是一个管理和这个制定规则来执行法律啊 就像一个球场上国家是裁判那么企业是球员它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中共这个它把整个举国大公司 共产党就成了一个半企业的说它既是这个裁判又是球员而且它又奇大无比 你知道中国的总产值啊它按着这个购买力计算它已经超过美国了 它大概有25、6兆美元那样的大小 美国大概有二、三、三、四兆的样子所以它第一它这么大 另外呢这个美国虽然大但是美国政府能够控制美国经济的分量比较小 就是百分之三十几而且基本上都是福利所以它不能够告诉 美国没有能力告诉这个苹果说你要干这个你要干那个 那苹果公司可以不听的嘛那么中国那么大 而且中国政府控制中国经济的比重超过了50% 我的计算是56%间接控制的比这个还大 所以它就是你想想这么大一个公司 26兆亿美元它又控制了整个可以让它干什么就干什么 所以在国与国打交道的时候呢 中国政府就像一个公司一样它能够灵活的 它也不要国会通过它也没有反对票它也没有反对党 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它就比别的国家的政府要强有力多了 那么在中国的企业对企业跟外国企业打交道的时候呢 中国的企业又有这个中国大公司做后盾 你比如说你就想像华为吧 华为是党的企业 就是华为的这个总裁任正非是党的人 那么你想他的女儿因为非法 也是这个华为的这个高管了 在加拿大被抓后来被放出来以后 那中国国家派了一架专机去接他 这个事情如果它是一个私人的企业 怎么会发生 你说华为的口袋有多深 华为的预算有多大 那你就说中国的预算有多大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外国企业怎么跟它竞争 所以你在一个又是求援 又是裁判 又是制定规则 又奇大无比 你比如说我就给你举几个例子 反正是中国政府想要发展的产业 那他一下就把全世界同行全打败 你比如说早年的高铁 中国政府为了发展高铁 他就把日本德国 这个法国所有最好的高铁的这个技术全学来 而且不让他们进来 你要进来只能核四 而且要通过的 然后很快发展了自己的高铁 现在他成立了中车 中国的南车北车合起来 那是一个巨无霸 全世界谁也打不过他 还有太阳光伏 全世界他也是垄断 然后汽车电池 现在又是电动车 就连电动车的鼻祖 马斯科都惊呼 说全世界的政府 如果你不管制中国的电动车公司 可以把全世界所有的电动车公司 通通打败 这就是他中国举国大公司的可怕之处 力量 对 这也是外国 为什么你要去 一定要想办法去关心这个事情 去想办法解决这个事情 确实是 石板先生 刚才李老师提到的高铁 我记得那个时候 日本的高铁公司 也曾经想要到中国投资 结果技术被中国偷走了 这个钱一分也没准到 对 我觉得就是说 首先我们做生意是有商业上的逻辑 但是中国它后面是有一个国家 所以很多事情不是按商业逻辑来判断的 比如说我过去有日本的石油公司 要跟中国在中东还是在非洲 要买石油 买石油的话 你商业逻辑就是说价格 我给你提高多少价格 那中国说 那我给你提供人工卫星的技术 这个日本的石油公司不可能有 所以说那就给你 就是说首先 它是国家在后面支持的一点 还有一个比如说在斯基兰卡的港口 这个也是 就是说过去 中国是一带一路 先要解决自己中国的国内产能多生的问题 修一个港口 但是斯基兰卡后来还不上钱的话 那港口就归我了 我打算把它发展成军港 这就变成一个国家的逻辑了嘛 这样的话大家对中国的 其实我认为可能一开始 中国没想那么多 但是后来 左一步按一步就是说 那我的国家来接替你了 这一点就是说 中国当一个国家 我跟你做生意的话 最简单是商业逻辑 我的东西只要便宜 只要好 你就买我的 然后我们欠的合同要遵守 比如说前 我在中国的时候 有一次就是说 在这个钓鱼岛 日本的间隔驻岛 在钓鱼岛周围 有一座中国渔船 跟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船相撞 那个船长被抓走了 被日本的警察抓走了 抓走以后呢 日本认为这是这个防务 妨碍公务嘛 按照日本的国内法要起诉他 起诉他这个 但作为中国来说 那等于说 中国主张领土的钓鱼岛 被按日本国内法来执行的话 中国就没有面子嘛 所以中国开始制裁日本是什么呢 他把所有的 这个给日本卖给的稀土 全部停啊 那日本很多公司 需要买稀土 制作产品 跟你有合同啊 那日本政府抓人不抓人 跟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嘛 但是说 这个我们合同 签完要履行合同的话 因为日本警察在冲绳 抓了一个中国船长 我的货就来不了 来不了的话 我生产不出来 我要向全世界我的客户违约嘛 所以说这样的话 大家看到中国的风险 就是说 因为不是商业楼际嘛 商业楼际嘛 商业楼际的话 我的产品有质量问题 你罚我款 你退货 我都可以处理 但是说 我完全影响不到的 一个日本警察 抓一个中国船长 就牵扯到商业楼际去了 这个是让大家都看到了中国的风险嘛 那以后我就尽量少跟你做生意了 因为有太多我们完全不可控的风险在里面 我们完全想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中国这个举国大公司 对全世界来说 对中国跟中国做生意的风险 对 我觉得刚才施本先生说的非常对 你想 就从这个大公司这个框架 这些呢 也都顺理成章了 我这个大公司这个部门向你卖石油 没关系啊 我大公司那个部门说 你卫星给他呀 对吧 那就是只是一个公司内部的一个调节嘛 对 你让我生气了 我好 我就告诉我那个管稀署的部门别卖他了 就像 就像总公司给这个分公司下命令一样简单的 对 这个你在美国就没办法做到 在日本也没办法做到 你有法律啊 对吧 所以他这个 他这个模式 我觉得 他对世界影响之深远啊 你比如说如果美国吧 美国或者说其他国家现在越来越把国家的力量看重 可能都是对于中国举国大公司的一种自然的反弹 因为没办法啊 美国现在国家也得干 要不然我的企业爱欺负啊 要不然我打不过他啊 所以这个整个对世界的贸易制度是一个颠覆性的 确实是这样 那长远来看这个李老师 中国举国大公司的全球战略和最终目标是什么 长远来看中共搞这样一套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也好 中国特色的中国大公司的运作也好 他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最终的目标实际上就是中共本身 这个大公司他也刚才我也同意石板先生讲 他也不是说有意识的 哦我要把中国办成一个大公司 他各种各样 就共产党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嘛 你看他好像没有章法 这儿碰碰那儿碰碰 他心里很有数 他有数的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我共产党要永远执政 为了这个目的我是什么我都可以试 但是这个目的我是不放弃 他就发现在这个试的过程中 因为我们想一想在80年代 那个时候官员的工资很低 那有些所谓下海的人就变成了万元户 当然万元户当时是很大的了 所以很多官员就下海了 特别是六四以后又一阵下海 就是政府还不如下海 那么很快你现在哪听见有下海 没有了 为什么 现在政府的权力之大 油水之大 他能够做到这点就是控制控制 所以他就暗中摸索这几个大公司 那么你说他这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那这个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 就是要打败资本主义 打败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 然后呢解放全人类 因为他们有一句 最这个我们当时都学的标语 这个无产机只有解放全人类 才能够解放无产机自己 是吧 但这个是他最终的目标了 那么在近期呢 中国大公司的这个大目标 就是近期目标就是说 他这个要牢牢控制里边的老百姓 中国的老百姓 也就是他所有的 这个等于是他把他当成员工看了 是吧 然后同时用他的实力 特别是这个政治经济 包括军事上的实力 在这个 把国际的事情也要有话语权 你比如说现在国际组织 十几个国际组织 中国控制的是最多的 大概有五六个了现在已经 那么同时呢 对各国他也是这样 因为各国的精英软硬兼施 拉拢或者说贿赂 那么呢在经济上 因为他有低人权优势 他产品便宜 第二他把汇率压低 低汇率优势 这样使他出口的产品也便宜 而且他的生产规模巨大 他自己没办法消费掉 所以他用中国产品占整全世界 这就是他现在做的事情 确实是这样 但是即使他过去40年这么成功 中国举国大公司 占领世界市场 扩张中国影响力 讲好中国故事 他还是有一些特殊的弱点和困境 在你看来中国举国大公司的阿基里斯健是什么 其实这也是我们要好好想的事 我把它看成几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说 这个公司内部组织 他内部组织 刚才我们讲了 他有点像一个黑社会 那么黑社会的好处 和坏处都一样 就是人质 他不是法治 人质呢 你人少可以 人少你可以把每个人的性格都摸清楚 然后你把他们用得很好 你根本不用有规则 你想提拔谁就提拔谁 你想怎么用怎么用 这是他的长处 但他短处也是这一点 就是说你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老大 在这时候呢 他第一 他容易犯错误 因为没有人是不犯错误的嘛 对吧 那么民主制度有纠缩机制 这种制度他没有纠缩机制 现在很多人都说 习近平怎么做这么多的这个 对他自己 对共产党不利的事 很蠢的事 怎么不纠正 谁敢给他说啊 你说了他 你就完蛋了 是吧 这个是呢 就是说这个黑社会最大的一个 就是他没有纠缩机制 而且他非常的僵化 而且底下的人呢 他为了忠诚嘛 他可能用人就是忠诚第一 能力第二 所以他会用很多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武藏开店 不用高人的 这是他内部的有些问题 现在已经显露的很厉害 那么在更大的层面上 他有什么困境呢 他的困境是这样 就是说政治和经济的这个矛盾 政治上他必须牢牢控制 所有的这个大公司里面的人 那就是他们的员工家人 也必须牢牢控制这个 他们能够拿到的信息 给他们洗脑 使他们这个成为大公司的工具 从这个角度讲啊 共产党并不希望中国开大门 不希望有自由 因为你老百姓这个 看了外国的他老批评 说这怎么我们也没有 那个怎么我们不是 所以他头大呀 经济上呢 他又必须开门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大公司没办法消费自己的产品 任何公司 你比如说这个苹果产生的手机 他难道就靠卖给他自己员工吗 不可能嘛 他要卖给全世界嘛 所以大公司 中国当中这个产能 他必须卖到全世界 所以呢 不仅如此 他还要从其他国家拿到资金和技术 特别是高精尖的科学技术 所以 为了这个 经济发展 技术发展 中国大公司 必须把大门打开 你一打开 外国人就来了 就批评你 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给你带来新思想 中国人一打开 中国人出去了 出去了 看了以后 这也好 那也好 我要自由兑换货币怎么不行啊 所以他又批评中国政府 所以这个 是他的软肋 就是政治和经济两个的矛盾 要解决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啊 当然共产党他也有他的办法 反正我政治上肯定不开放 对吧 政治上开放是个解决方式 但他不解决 这样 哎 既然我这个不能够这个变 那我干脆变世界算了 所以他拿出很大的力量去影响世界 这是他为什么要贿赂全世界嘛 如果全世界民主国家都不批评中共了 那中国老百姓就更没有资格批评中共了 这就是他现在这个想做的事情 石板先生你怎么看这个中共 他中国大公司 他的软肋 他的阿基里斯坚 他的困境 和他应对的方法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 我觉得他是政权是处于一个 特别政权交替是处于一个非常不安定性的 就是古代的皇帝 为什么要把这个立太子 要有讲究长子立太子 就是他可以排除到这个接班人的很多烦恼嘛 就是说皇帝的长子当下一任的皇太子的话 这个大家都不要争了嘛 但是所有皇子都有机会的时候 一定会斗来斗去 造成很大的政治动荡 那么中国共产党用这么一个高度集权 有这么大权力的情况之下 一旦首先啊 会有人向他权力发生挑战嘛 就是说这 因为这个权力太有魅力了嘛 但是说比如说像像美国 美国川普上次选总统选输了 现在回家准备四年 这次打算全转圆土重改 那么台湾韩国瑜跟蔡英文选输了 现在当这个国会议长 也当的不错 侯友宜挑战这个失败了 就回去当新北市长 他是这种怎么说呢 权力的话 这个败者是就是公开透明 所以败者的话 他还有再来的机会 不会受到很大的迫害 但是中国就这几年想挑战大魏的 比如说陈希同 陈良宇 薄熙来 包括孙政才 包括李克强 李克强 李克强有没有挑战大魏不好说 但是说就是你对老大认为你是威胁的话 那就斩草出根啊 那人都到哪里去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一个 所以是互相的一定非常警戒嘛 你你不是你杀我就要我杀你的嘛 这个 然后一旦这个权力有自然淘汰嘛 这一旦年龄大了 这个一定晚晚年的时候 当他权力越集中 他过世以后 会流出更多的这个政治空白嘛 这马上各方势力都争的新的权力的话 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动荡 我觉得这个这个是这个也是黑道里面的 黑道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嘛 黑道选接班人也是杀来杀去 这个就和民主国家至少是 现在你看日本自民党选总裁 九个人战成一排 最后大家党员投票 国会员投票 选出一个 然后选出一个落选的人继续回家 该干什么干什么嘛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可以 权力可以平稳过渡 中国的这个 这种黑道的话 这个权力的过渡期 会有巨大的风险 不安定的存在 确实是这样 所以习近平到现在不愿意选接班人 这个 而且他自己不光是董事长 又是CEO 然后这个 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 谁是接班人 我们是完全不知道的 接班人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也完全是不知道的 被选上接班人才危险呢 你看毛泽东的时候 高刚 刘少奇 一个个的 邓小平说 赵紫阳 胡耀邦 都是倒霉的 是 刚才十八先生讲 皇帝他有规则 他完全没有规则的时候 凭什么是你 对吧 那么好了 就是说习近平上台 他也需要大概有一群人支持他 但这些支持的人现在看得很明白 我今天支持你上台 明天你上了 你就可以把我关起来 那我凭什么要支持你 所以将来这个东西 而且从现在开始 如果说这个 胡锦涛 比较随和 九龙治水 不太在意 那可能是个艺术 那倒不是常态 现在习近平是常态 共产党的党内高官的学习过程 如果再上了一个人 他应该比习近平更加狠毒 更加专权 才能够生存 所以这个制度 这个制度太可怕了 确实是 那那么可怕的一个制度 我们西方民主国家 无论是政府也好 还是企业也好 如何应对它的挑战呢 是啊 因为现在西方 也慢慢开始明白过来 但是完全不够 因为这个 几个大公司 它这个球员加教练加裁判 比你那个 这个球员是球员 这个教练是教练 裁判是裁判 那它的 确实效率高多了 但它效率高的前提是一条 就是你其他的国家要接受它 如果其他国家都不接受它 它就没办法 现在它就是 这个 这个胡萝卜加大棒 那个软硬 这个软硬兼施 这个给外国好处 华尔街的那些都成为它的同谋 都接受它 这个 所以外国 完全在估计它 这个估计很可怕 为什么 中国的低人权优势 和它的举国之力 能够 它的经济增长率 毕竟是高于成熟民主国家的 这个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 所以你这个 你越拖 中国的发展其实就越快 那你就越来越难解决这个问题 想解决这个问题呢 西方当然 第一 你就得先想清楚 就是说 独裁政权 民主政权 对民主政权 在经济的角量上 谁更依靠谁 这个是第一 我们要想的 你不是说吧 这个有这么几种可能性 就是说独裁国家 和民主国家做生意的可能性 第一 民主国家自己之间做生意 欧美 日本 韩国 第二 独裁国家之间做生意 伊朗 北韩 中国 俄罗斯 比如说 第三 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做生意 第四 一个独裁国家关起门来自己自循环 这有四种可能吧 好了 第一种可能性 这个民主国家之间做生意 这是互利的 不用说了 就是取长不短 而且都遵守规则 第二种情况下 独裁国家之间互相做生意 他们怎么做呀 中国跟北韩做什么 而且独裁国家动不动就互相打起来了 那个我们见过太多了是吧 所以呢 你要是让他们自己成立一个经济圈 他们也真是不行 那么 独裁国家和民主国家做生意 这是独裁国家最喜欢的模式 他可以腐败民主国家的官员 可以利用他的法律 你来了 我不让你有法律 但我到你的国家 你得对我有法律 你不能 因为我不讲道理 你就跟我不讲道理 这是他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他还可以去拿他的高科技 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这是第三种最好的形式 也就是现在的形式 第四种情况下 独裁国家把门关起来 中国如果把门关起来 什么情况 我们看这个文革呀 那就是内斗 那就是 这个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就陷入内斗 因为他没有外来资源了 没有外贸 没有外汇了 这个会很惨的 这零和游戏 所以共产党心里非常明白 所以共产党最反对美国说脱钩 最反对欧洲或者华都会跟他脱钩 你说脱钩 啊 冷战心态 所以呢 我分析到这儿 其实是 毒塞国家更需要民主国家 但是呢 民主国家有一个软肋 就是他 他不团结 他被这共产党分而制止 这点呢 如果 这个民主国家不能够 这个有效的联合起来 对中国的那些破坏世界 世界秩序的行为说不的话 那你这个对这个中国大公司 你就是软弱无力 所以这个是民主国家应该明白过来 我觉得已经在慢慢明白过来 确实啊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仪制宜嘛 那共产党玩这一套是非常有 这个有经验 熟能生巧 那这个 我们实际上 这几年 从2018年川普开始美中贸易战以后 西方民主国家对于跟中国关系 无论是脱钩 还是只是现在拜登政府或者提倡的就是去风险 这个 在你看来 无论是主张脱钩的或者主张去风险的 这已经2018年到现在也六年了 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李老师 你觉得这个西方国家对于跟中国关系 无论是脱钩也好 不去风险也好 这种讨论 这种争论 和它实际的执行的状况 你觉得现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就是说 他不愿意痛下决心 因为这个东西 你跟中国脱钩是有成本的 这个物价会上涨 东云链会断 老百姓的生活可能会受影响 甚至还有战争危险 现在美国也好 这个他政治家们为了选票 他下不了这个决心 中共说的很明白 中共说我从来没有把美国当成朋友 我就要迟早要把你打败 我打败不了你的时候 我是因为这个现在实力不够 他说的很清楚 他是做的事情就是这种事情 就是要打败美国 打败西方 那他嘴上是说的 啊这个不要有冷战心态 你有冷战 然后他也把西方的领导 这个都洗脑了 美国的这些政客 一听着他冷战就吓坏了 哎我们不搞冷战 不搞冷战 我说你不搞冷战 你搞什么 你投墙吗 他说我不投墙 那你不投墙 你不搞冷战 你就该搞热战 你要跟中国动兵器吗 那也不是 他完全没有逻辑 他老想这个控制风险 那怎么控制风险 那边就是要跟你打 那边就是要把你消灭 你在这边还跟他讲控制风险 这真是自欺欺人的 当然他要脱 就是我刚才讲 因为他脱钩 确实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他如果说到了二战那个情况 那比如说 袭击了珍珠港了 美国必须这个全国紧急动员 战时动员了 那美国可以动员起来 他可以打败中共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现在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那么多的 这个跟中国做贸易的 那个华尔街那么多 他没办法做这种事情 所以他这个 美国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就是说 要教育老百姓 你要看清 对美国 对民主社会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其实也不是苏俄 不是俄国 就是中共 这个中共的威胁 比俄国的威胁要大很多倍 那不可比拟 有一个看 就是有一个有支持 他就说 他是这个 国家安全的一个高级官员 他说 如果说这个俄国 对美国的威胁 是一场这个热带风暴的话 那么中国 对这个美国的威胁 就是气候变化 那全球性的 逐渐的 你就完蛋了 我也听到过一个 一个美国的 这个国家安全官员 他说 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 在这个大的战略上失败 将来可能 全美国人就赶紧学中文算了 他就说 你就成了殖民地了 他说的 那是很极端的 但是这种 这种这个 对中国威胁的 能够看清 还差 就是在发达国家中 还差得很远 那李老师 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那非常高兴 你来跟我们 谈谈你的这本新书 中国大公司 这个书真的是写得非常好 他非常容易读 这个 这个一般人也不需要有 特别深奥的这个商业的训练 他一般我想大学生 不管文科理科医科都可以读 这个一般人对中国有兴趣的 这个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 跟传统不同的分析角度 来这个理解中国和这个中国的体制的运作 那非常谢谢李老师的时间 谢谢李老师 这个谢谢石板先生 这个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谢谢石板 也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观众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